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长寿花 秋季来了 我们养护各种花卉就要进行给它分类 或者是给它进行处理 该给它分枝就分枝 该给它施肥就要施肥 这样的话才不会影响到它的生长 比如像我这一棵长寿花 它长得非常茂盛 而且这个侧枝是非常多的 这一棵长寿花养的目的就是为了打造一个棒棒糖型的 那么它长出的这个侧枝非常多 我们就要进行把它修剪掉 不然的话这些侧枝非常多 它就会以这个主干争夺养分 那么这个主干的养分就会不充足 就会生长的缓慢 也会影响到后期开花 所以这个侧枝要把它修剪掉 不要舍不得给它修剪 像这个侧枝这么粗壮的话 我们可以再次给它做扦插 那么就一盆变多盆了 不要把它浪费了 只要把这个伤口晾干晾透 我们扦插的虫活力也是非常高的 因为现在是生长期 不单要给它修剪侧枝 这是底部老叶 我们也要把它修剪掉 以免它消耗养分 那么这样子把它修剪了 这个底部就显得比较透气 这样的话也会减少一些病虫害 为了防止这个伤口容易引起细菌 我们可以给它喷洒一点这个带森猛心 因为这个带森猛心 它是一种保护性的杀菌药 只要给它喷洒上去 就等于给它做了一层保护膜 那样的话这个蜘蛛就会健康的生长 在10月份的话 它就会孕育花蕾 但是我们想要它孕育花蕾 当然也少不了施肥 给它养分充足了 它才会花芽分化 我们可以给它喷洒点磷酸二青甲 这样的话才有效的促进它花芽分化 每隔10天使用一次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长寿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